看完青海的油菜花 咱们再到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去看一看 这里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现侠世界 尤其到了晚上 望仙谷的悬崖夜景更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去打卡 去年望仙谷景区接待游客369.1万人次 总营业收入达到了4.14亿元 这悬崖夜景到底有多奇妙呢 跟着我的同事殷雪丹去一探究竟 晚上是望仙谷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 游客都喜欢在这里来俯瞰整个景区的夜景 与此同时我所在的地方本身也是一道风景线 来我们视线拉远 这就是火爆网络被称为现实版的 仙侠世界的悬崖夜景 组成悬崖夜景的是这条高达120米的花岗岩峭壁上 30多座高低不同大小不一的秀珍民宿 除此之外还配套有咖啡屋 手工店小吃街 都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江西著名的 花岗岩板材生产基地 有179条花岗岩生产线 5000人以此为生 花岗岩的无序开采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 2007年政府正式叫停采矿工作 用几年的时间清运费时 清理河道 恢复植被 曾经以采矿为生计的村民们面临困境 说到这个消息脑子里就完了 就是说这个挣钱的路子没有了 又要出门去打工去了 一时间人走村空 为了发展经济 政府开启招商引资计划发展文旅 首先就依着原来的河流 打造了一条漂流体验项目 游客来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留下来 才能促进这个傲销三销 但怎么样能让大家觉得 就想冲着留下来而来 所以我们就是说 晚上夜景一定要做起来 2020年 旺仙姑景区正式开源 除了景色的打造 为了吸引商户 景区以永不收租 共享共创的方式 打造街区业态 吸引了周围不少村民来创业打工 一直都不要来 刚进来的话 装修啊 什么设计啊 景区都是有扶持的 现在的话也算是 也算是一个小老板嘛 是吧 一个月应该 好的时候应该有六十几万嘛 而这个老大肯定的来 以前哪里我们这三沟沟 有这么多人 反正我这里接触的 国家的客人 大概有四五个国家 景区留住了商户 吸引了村民 也靠着悬崖峭壁的灯光夜景 留住了游客 但是望鲜谷景区内 只有三百间左右的民宿 无法承载 每天上万游客的住宿需求 于是在望鲜谷山下的村子里 村民们也开启了民宿 吃上了旅游饭 周末这些时候 住房率基本上 都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吧 你是望鲜谷 真羡慕啊 我的想进来 进不来 没户口的 里面也建造不了房子 只要家里有房子 它可以装修起来 装修起来 就可以做民宿 因为我们望鲜谷 六村去年都增加了 一百多家民宿 从采石卖石 到吃上生态旅游饭 望鲜香的村民们 正在经历着 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曾经的飞起矿山 如今还在续写着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故事